好的 主播的觀眾 今天是端午連假的第一天 許多家長都規劃帶小朋友返鄉出遊 不過在北市的社子國小 就有可以看到不少家長連假第一件事情 就是帶小朋友來打兒童疫苗 就是因為近期本土疫情又升位 讓許多家長都很擔心 我們來聽一下現場訪問 副作用相比還是比較擔心重症 因為畢竟疫苗算是給孩子一個抵抗力 所以他的副作用應該會比較輕緩 那如果實際染疫的話 他的症狀怎麼樣沒有辦法估計預料這樣 打完疫苗他們比較會有抗體 這樣會對他們的身體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現在疫情還是這麼嚴重 我覺得還是要先讓小孩子有一個防護膜 這樣我們大人會比較安心一點 可以聽到家長表示 要打完疫苗才敢帶小朋友出去玩 由於近期本土兒童重症已經累計30例 其中有15例是腦炎 讓許多家長都很擔心 另外專家也提醒了 兒童一旦染疫引發重症 即使康復之後也會留下後遺症 提醒家長一定要特別注意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把時間交還給棚內主播